HIGH FLY BALL INTO RIGHT FIELD SHE IS GONE 我是愛運動的指路 跟你一起聊聊運動賽事 聊聊中華職棒 中興兄弟相 歡迎收聽黃色性感帶 歡迎收聽黃色性感帶第66集節目 我是愛運動的指路 這一集的節目一開始 我先來兩則宣傳活動 第一則是大叔野球543的節目 就是主節目那邊 他收到頂星河的文教基金會 接辦未來的邀請 這個舉辦衛權龍開幕戰的門票贈票抽獎活動 那頂星河的文教基金會 他長期耕耘扎根在基層棒球 捐助裝備舉辦訓練還有講座 餐飲的補助 那不只是基層棒球 甚至也贊助女子棒球隊 接辦未來女子棒球隊 就是頂星河的文教基金會贊助的 然後提升台灣女子棒球的環境 然後讓更多熱愛棒球的朋友 不會因為環境或是性別 而不能打棒球 這我們大叔們都很感謝 也很支持頂星河的文教基金會 向下扎根的這個理念 所以就舉辦這個贈票抽獎活動 那會抽出十位的幸運兒 每一位幸運兒呢 可以獲得兩張的開幕戰的門票 這個抽獎活動呢 是到3月25號的中午12點截止 那3月25號當天晚上6點的時候 會公佈得獎的名單 好 那要怎麼參加活動呢 參加這個活動很簡單 追蹤大樹野球543的IG 大樹野球543的IG 其實你上IG裡面去Key中文也可以 你要Key英文 Bestballoncle543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找到大樹野球543的IG 然後還要追蹤 接棒未來女子棒球隊的IG 這個是Future底線W.Bestball 我在節目上唸得很快 你可能聽不清楚 沒關係 你可以先找到大樹野球543的IG以後 第一則貼文就有這個活動的詳細辦法 你在那邊看喔 你就會看得更詳細 那我這邊就簡單帶過就好了 然後在上面我提到的兩個IG裡面 按下愛心 然後底下留言 跟大叔一起關懷基層棒球 喔錯了 跟大叔一起關心基層棒球 接棒未來 然後標記一位朋友 但是這個不能是公眾人物喔 你不能標記那些這個公眾人物 周杰倫啊林俊傑那些人喔 然後把這篇貼文呢 分享到你的現實動態 然後標記Bestballoncle543 還有FuturewomanBestball 然後每個帳號只能留言一次喔 你不能留很多次喔 這樣會被取消資格 好那活動的詳細辦法呢 還是請你上IG去看 你就會很清楚了 再來是第二個活動喔 第二個活動是因為啊 很多番薯們在詢問大叔 大叔棒球 大叔野球543的這個棒球帽 他們都想要購買喔 但是因為製作這個球帽啊 它需要一定的數量啊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統計一下 如果想要買的人呢 你可以留言 在節目下面留言 你也可以 因為你剛剛已經 搜尋到大叔野球543的IG了嘛 你也可以在那邊留言 好不好 那登記到3月31號為止 一頂帽子是999元 那運費呢 已經包含在這個價錢裡面了 接著呢 就進來我們的節目 首先呢 我先來感性一下喔 前兩週有提到 吳東霖這個選手 他參加1000等級 僅次於世大滿貫賽的賽斯的等級喔 等於是第二等級的 這個美國印第安全公開賽 或者是有人講是叫做大師賽 美國印第安全大師賽喔 但是以他的排名來講啊 他必須從會外賽開始打起 他會外賽先贏過了兩位 世界排名百名出頭的選手 然後在第一輪遇到 世界排名40幾位的這個選手 然後他首次贏了 Top50的球員 這樣子看起來很風光喔 而且拿到了不少的獎金 其實在這個之前喔 他是非常的落寞的喔 運動員很辛苦喔 在這條路上堅持喔 都不曉得是對還是錯 因為你不曉得你的明天會怎麼樣 自己這樣的堅持有沒有未來 他們滿滿的付出 只為了獲得可能的勝利 然後這樣辛苦 每天這樣辛苦在訓練 他的內心對自己其實 很多時候是否定喔 對這條路也很茫然 只能獨自面對自己心裡的 憂暗跟煎熬 那運動員 大家真的要多幫他們加油啦 那吳董寧這名選手 也滿有趣的喔 他很樂於跟大家分享他的內心 那我這邊呢 就來念一下喔 他分享的這個文章 他在贏了這個 1000等級的 印第安全大試賽之後 那發表了一篇文章喔 驚奇的一個禮拜 很可惜在昨天畫下句點 自此年初的奧網私利以後 一路走來其實並不容易 努力了一整個冬季 卻沒能在想要打好的比賽 留下滿意的結果 讓我在接下來的兩個月的時間裡 顯得非常的焦躁 每天的練習 都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比賽時也開始有點患得患失 甚至受傷了也一直欺騙自己 沒事 為的就是想要能趕快證明自己 但也可想而知 在這樣的身心俱疲的時候 換來的只是更多的挫折跟信心的崩盤 原本這週的計畫是繼續去墨西哥挑戰賽 繼續累積場次跟積分 但歷經上個禮拜再次挑戰賽 首輪止步之後 我已感覺整個人的能量被掏空 也不知道還有沒有再繼續下去的動力 甚至再承受一次極有可能來到的失敗 還記得當天晚上比賽結束之後 我連晚餐都沒吃 教練讓我冷靜一夜 再來思考下一步要怎麼計畫 但其實那晚我徹夜未眠 一直在做無謂的反除 也一直在做對著未來能想到的最壞的打算 好在隔天教練能看出我的掙扎 並且告訴我沒有絕對的正確或絕對的錯誤的選擇 最重要的是能百分之百相信 並且不計後果的全力去做 於是我決定遵從我內心的感性 更改計畫來參加印地安全大使賽的會外賽 一來是重新給自己一些繼續積極訓練的動力 二來是暫時不給自己太多輸贏的壓力 來到這邊好好享受大賽的氣氛 開心打球 找回原本的自己 一開始以為給自己換個環境 一切的問題就能夠馬上贏任而解 沒想到一來比賽看到這些英姿煥發世界百名左右 即將和我一同參加會外賽的選手 再比照自己歷經兩個月的消磨那所剩無幾的信心 加上幾天下來的練習賽也輸多贏少 不僅讓我產生很多自我的懷疑 在這群選手裡找不到歸屬感 感覺自己不屬於這裡的情緒也令人不安 直到有位許久未見的朋友問我說 你怎麼看起來這麼憔悴 我才猶如大夢初醒般的回想起 我為什麼會決定來這裡開打 我為什麼會決定來這裡 開心打球做自己 而這件事無關我表現的好不好 別人對我怎麼想 下場比賽會不會贏 更與我屬於這裡與否沒有任何的關係 可能也因這樣的心態 也才有了這之後美好的故事 很高興 因為它 我才終於有了一次 將之前累積的情緒一口氣釋放出來的契機 至於這個禮拜的體驗與收穫 礙於篇幅的關係 就讓它繼續深埋在我心裡 好好的品嘗的一個一陣子吧 謝謝各位這個禮拜以來的支持與鼓勵 我們下個禮拜 邁阿密大師賽再見 吳東林選手 他這篇文章 真是道徑的一個選手的心聲 在這條路上 在那條路上堅持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其實跟棒球一樣 這是一個 失敗比成功容易的 的一個運動 真的是 多給運動員們加油 少酸他們一點 好 那這一集節目 就從吳東林開始 那他本週就參加在美國的邁阿密公開賽 也是一千等級的賽事 但是這場比賽就出事不利了 在會外賽的第一輪 他就敗下陣來 沒關係 收拾好心情 繼續迎戰接下來的比賽 下一位選手是曾俊欣 他參加的是位在 克羅埃西亞扎達爾 C75等級的挑戰賽 他回到他的紅土的賽場上 他最喜歡的紅土賽事 第一輪 贏了比賽之後 第二輪 面對 面對的是會外賽晉級的選手 然後 我就看著這個會外賽晉級的選手 他會有寫個Q 叫qualified 就是會外賽晉級的選手 他排名居然比自己前面 那是因為那名球員 他在報名截之後 會內賽報名截之後 他才報名 所以就報不進來 那報不進來的結果 就是從會外賽開始打 那我有看這場比賽的第一盤 曾俊欣打得非常的精彩 攻擊火力十分的兇猛 第一盤以6比4贏得比賽 不過第二盤他放掉了 到了第三盤再來拼 那有一些運氣成分 第三盤不幸以4比6給輸掉 那這場賽事也就結束 好再來是 我剛剛講的賽事 都是這個3月20這週的賽事 那上一週呢 國內的網壇F4 四個人都沒有出賽 所以就沒有他們的成績 那上一週 也有其他的球員有出賽 首先是參加 位在圖尼西亞的 莫娜斯提爾戰 M15的ITF巡迴賽 那何成瑞這名選手呢 在單打打進了 Semi-Final 就是四強 然後雙打呢 則是拿到了冠軍 陳關宇也是參加這場賽事 他是參加單打而已 他在會外賽的時候 第二輪被淘汰 那另外兩位選手參加的是 位在埃及的 沙姆薩埃赫戰 M15的等級 那傅宏林這個選手 會外賽第一輪 被淘汰 雙打呢 則是打進去到八強 那林秉承這名選手呢 也是單打在會外賽第一輪呢 被淘汰 再來是女子選手的方面 那女子選手呢 也是全部都參加 ITF巡迴賽的比賽 那首先是 參加位在澳洲坎培拉 W60等級賽事的三名選手 梁恩碩 他單打 打進去第二輪 雙打呢 則是在第一輪被淘汰 然後格蘭喬安娜 他雙打呢 他沒有參加雙打 他單打打進去八強 然後楊亞伊 他單打呢 也在第二輪被淘汰 再來是參加 位在哥倫比亞 W40等級賽事的 許婕宇 他單打 在會外賽的最終輪被淘汰 然後雙打呢 在第一輪被淘汰 接著是 參加位在亞加打 W15等級的三名選手 李亞軒 他的單打 在第二輪的時候被淘汰 然後雙打呢 則打進去八強 那佐伊軒跟佐伊成 他們兩位 合作雙打 那個姊妹倆 雙打合拍之後呢 拿下這戰的雙打冠軍 那另外單打方面呢 他們兩位也有不錯的成績 首先是佐伊成 他單打從會外賽晉級之後 一路闖進去到四強 那佐伊軒呢 也是單打從會外賽晉級之後 打進去到八強 林立新這名選手呢 單打也是從會外賽開始出發 但是在會外賽第二輪的時候 敗下陣來 那雙打呢 則打進去到了八強 再來是羽毛球的方面 羽毛球上週有個大賽嘛 全英公開賽 那我這邊就來講一下 全英公開賽的成績啦 首先是男子單打的部分 周天成呢 他在全英公開賽是三十二千的 那周天成第一輪呢 就碰上這個印度的小將 很有未來性的小將 其實這是在我第五十八集的節目裡面呢 有稍微提到過亞洲這些國家 未來的潛力興秀 像印度的森 然後泰國的昆拉伍特 還有日本的奈良鋼工大 他們三位的年紀都差不多 大概21歲 22歲這樣子 今年滿22歲啦 那他們在去年呢 就已經衝擊了世界排名前十喔 那所以這三名的年輕選手 都很有未來性喔 那周天成的第一輪呢 就遇到了印度的森喔 那這個三盤打下來啊 周天成不幸以1比2的盤 局數敗北啊 那沒有辦法能夠晉級 至少是輸給一個 有未來性的選手啦 再來是男子單打的 另一名選手王子維 他在第一輪呢 同樣是遇到印度的普蘭諾伊 那也是敗下陣來喔 再來是三名的女子單打的選手 三名的女子單打的選手 都是輸給同一個人 首先是許文奇 他在第一輪遇到南韓的安喜瑩 他就輸 以0比2的局數喔 輸掉了喔 然後 安喜瑩晉級到16強以後 遇到 又遇到我們的白玉珀喔 白玉珀也以0比2的局數喔 輸掉了比賽 然後接著呢 就一路進去到4強啊 那4強的時候 戴志穎跟安喜瑩對到陣喔 這場比賽相當相當的精彩喔 前兩局打完 局數1比1 到了第三局 20比18 戴志穎是先拿到兩個賽末點的喔 但是都是被那個安喜瑩給救回來 接著戴志穎又21比20 然後22比21 再拿到兩個賽末點 總共4個賽末點喔 都沒能夠拿下來 最後被安喜瑩給翻盤喔 那戴志穎就輸掉這場比賽喔 那除了這個比數這麼接近以外啊 這個 這場比賽的比賽內容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喔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下喔 好 那輸了這場比賽之後呢 那 那個南韓的安喜瑩最後是拿到了冠軍喔 再來是南雙的方面喔 南雙我們兩組組合喔 林陽佩跟楊肉如的組合 都在第一輪的時候敗下陣來 然後那個李哲徽跟楊柏軒的組合呢 則是打進去到16強 然後女雙呢 李嘉欣跟這個鄧純訊的組合 打進去到16強 混雙夜洪魏跟李嘉欣的組合 也是打進去到16強 那這個禮拜的賽事呢 是位在瑞士的Super300等級的賽事喔 台灣選手都有參加 那周天成跟王子維第一輪就碰上了喔 那周天成呢 贏了王子維 那我們的左手 什麼左手巨炮 那個媒體給他的綽號 我有點忘了 林俊逸喔 那是第一輪過關之後呢 他第二輪遇到球王 安賽龍 我錄音的今天晚上會開打喔 好那很多的選手都有參賽喔 包含那個男雙女雙混雙 很多的組合都有參賽喔 那因為還在進行中啦 我這邊就有關心羽球的 可以去看看喔 再來是桌球 那桌球呢 上個禮拜喔 結束的是位在新加坡的大滿冠喔 桌球大滿冠 WTT大滿冠 那很多台灣選手都有參賽喔 南丹呢 有三位選手參賽 那三位選手都都是打進去到第二輪喔 林雲如莊智園跟小將馮毅欣 那馮毅欣是從會外賽晉級的 那他們三位都打到第二輪 那女子選手呢 則是有四位參賽 其中兩位在第一輪的時候落敗 分別是陳思雨跟劉欣一 那另外兩位呢 則是打進去到第二輪 那分別是鄭宜靖 跟從會外賽晉級的簡童娟 那剛有提到馮毅欣跟簡童娟 都是90年次以後的喔 那其中馮毅欣是92年次的 再來是南雙 南雙的組合呢 廖正廷跟陳建安 他們第一輪輪空之後 第二輪敗下陣來 再來是莊智園跟林雲如的組合 這個組合呢 則是一路晉級到四強喔 然後陳思雨跟香港選手組合的女雙喔 他們在第二戰的時候敗下陣來 就是第二輪啊 然後鄭宜靖跟李玉淳的組合呢 也是第二輪敗下陣來 但是混雙方面呢 林雲如跟陳思雨的組合 則是打進去到了四強 所以這個新加坡大滿冠呢 那成績最好的兩個組合呢 是南雙的莊智園跟林雲如 以及混雙的林雲如跟陳思雨 都是打到四強 最後一個單元是排球 在國內開打的企業排球聯賽 已經進入到季後賽啦 企業排球聯賽 他有分季後賽 跟挑戰賽啦 那現在是在打挑戰賽的部分 挑戰賽是由晉級到最後的三支球隊呢 互打喔 那首先是聯庄排球隊 他以0比3輸給了屏東台電男排 然後接著呢 屏東台電男排 在隔天再以3比1贏了台中太陽神 所以屏東台電男排 他就晉級到最後的總冠軍賽了 那聯庄排球隊在輸了第一場球之後 在3月20禮拜一的比賽 再以3比0贏了台中太陽神 所以聯庄排球隊就以一勝一负 晉級到最後的總冠軍賽喔 然後台中太陽神就在這邊被淘汰喔 男子排球的總冠軍賽是3月25、26、27 禮拜六、禮拜天、禮拜一的下午開打喔 那禮拜六是下午6點 禮拜天呢是下午5點 禮拜一也是下午6點 他在國立台灣大學的綜合體育館開打 這個三戰兩勝制的比賽 那每一戰呢又是打5局喔 那喜歡排球的朋友們 可以鎖定一下電視的轉播 現場喔 也可以去現場看啊 如果你住台北的話 再來是女子組的方面 女子組同樣是晉級 進行到這個最後的挑戰賽 挑戰賽也是由三支球隊開打 首先是台北京華 他以3比0的比數贏了高雄台電女排 然後台北京華再以3比0贏了極速超跑 所以台北京華呢 最後就以2勝0敗的戰績 進入到最後的總冠軍賽 那台電女排在第一場輸球之後呢 第二場以3比0贏了極速超跑 所以第二張門票就由高雄台電女排獲得 然後極速超跑在挑戰賽裡 一面兩場都輸喔 所以他就被淘汰啦 再來是女子組的總冠軍賽的開打時間 3月25星期六的下午4點 還有3月26禮拜天下午3點 然後3月27禮拜一的下午4點 那也是在國立台灣大學綜合體育館開打 喜歡排球的朋友可以去現場加油喔 這一個階段的節目就到這邊 這個單元又進入到我們棒球的部分啦 今天呢又請到LBJ來跟大家聊一聊 聊中華職棒來預測一下 今年中華職棒5隊的戰績 那先請LBJ跟大家打聲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LBJ 那我們就直接進來節目囉 那關於今年的中職部分 自辦的熱身賽都已經打完了 那現在正在打官辦的熱身賽 沒錯 好那各隊的洋將陸陸續續也都有上場投球了 我們都知道 中職的洋將對球隊的戰績 有很直接的關係 有非常大的正相關 洋投倒著好 你今年的戰績依舊沒煩惱 沒錯 中職就是 滿像是一個洋將 大概佔了70%的一個聯盟這樣 對 那我們今天呢就先從各隊的洋將來看一下 今年各隊的戰績大概會怎麼樣 好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武隊今年找的洋將 那依序的話就是我們 照討論的話可能我們會來給個排名嗎 對我們就照去年的排名這樣子看下來好了 好 那第一個呢我們就看中聖兄弟啦 中聖兄弟的話今年找了三個 四個都是熟面孔嘛 對四個都是舊的 德寶拉 泰勒 弗萊喜 然後還有去年上半季被挖走的相魔力 對那我會覺得 中聖兄弟的就是洋將的話戰力是找的蠻好的 應該說他們一方面在中華職棒都已經有有時機了 對那二來的話就是補強了他們 因為弗萊喜其實去年的引導功力大家有目共睹嘛 那我會覺得有弗萊喜在的話 可能會讓本土投手就是持續的成長 那一方面也是可以養成 人家我們那個小哲元對荷蘭的時候也沒有弗萊喜耶 就是靠著弗萊喜的引導之後他有信心的嘛 對 但不過我覺得中聖兄弟這個找洋將會有個隱憂 也就是說因為我發現本土先發的話兄弟其實 除了吳哲元以外 那因為凱文的受傷還不知道敢不敢上開季 應該是不行啦 對那如果你現在要用到弗萊喜的話 等於你的本土要有三個 這個球團他有說了 如果鄭凱文敢不上開季的話 就用三洋頭當做今年的開季陣容 OK可是泰勒的話 因為他才剛從經典賽回來嘛 那那個調整可能勢必是要一些時間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對於上半季兄弟的 就是進行的話會有一些隱憂存在 對 就是去參加經典賽的投手 對 回來的狀況 對可能調整的方面會比較就是 不好抓這樣子 對 的確 那講到去年的第二名 樂天的話 樂天的話 目前找的四個洋將 有三個是先發嘛 一個是 一個是豪進 就是後援 對 那他們的那個洋將裡面 又有一個是 紀典賽中華隊 大家恨得牙羊羊的雷法 對 那雷法 雷法的話 照新聞來講的話 他大概要到四月底 還有辦法出賽 對 那這個我覺得對於樂天就是 就是比較捉襟見仇的先發投手來講的話 那這個配置我會覺得 蠻蠻妙的啦 就是這個洋將的找法 我會覺得比較 比較不適合他們的隊型這樣子 因為我會覺得 以樂天的本土先發的深度的話 可能三個先發洋頭的配置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對 本土球員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好 那去年的第三名 衛拳 衛拳 衛拳是我認為 就是 這是 就是今年五隊的洋將裡面 大概 前 前兩名好的 就是找的洋將 因為 大家知道布里漢跟鋼龍去年的時機 就是擺在那 而且他們都是 整整投了一整年 對 那在這一整年中 這個局數 兩個人都將近兩百軍 對對對 那對衛拳的小 不管是你小將的培養 或是整個隊型的 就是 整個隊型上都蠻有幫助的 那加上還有一個 任勞任怨 勞工支持五奪 可先發 可中 即可後援的五奪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都是老面孔 那跟球團的配合啊 什麼默契上 可能都一定有一定程度的默契 那加上他們又找了一個 一個老面孔 老面孔我瞄的蒙威爾吧 那雖然蒙威爾前去年是在 就是養傷 然後在復健的過程中 那大家知道那個蒙威爾的控球也是可能 是一個問號啦 就是可能也是個骰子型的球員 但當他骰到六的時候是蠻強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 他是一個備安在那邊 備而不用 我們小葉教練就是最喜歡找這種的投手 對 然後去年的第四名的話 富邦嘛 去年全年 第四是富邦 第四是富邦 我是同意喔 我忘記了耶 沒關係 那就先講富邦 先講富邦好了 富邦的話 今年就是找的四個羊頭裡面 有兩個是新面孔 有兩個是熟面孔 是 那一個是富蘭哥 一個是安德聖 安德聖 對那安德聖 去年其實季末來台的時候 他的表現是蠻好的 對那富蘭哥的話 也是他放在八局 安插在那個SATAMAN的這個角色 將近160的球數 的火球 對我覺得 對他們的後援的穩定是蠻好的 那因為跟樂天相比的話 富邦的先發其實 好用的蠻多的 人選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 在這個位置上 富邦是有本錢去找一個 中繼的羊頭 上次聽威廉說 富邦先發是五搶二啊 對啊 我覺得富邦的先發 我這邊列 我覺得不只五耶 我覺得甚至可以到六 對我覺得他們的先發 是很深的 那 新面孔的話 肯特跟艾普勒的話 會比較偏向是 我看樂森賽的話 他們是控球蠻準的 那是滾地型的投手 那這個滾地型的話 就比較考驗他們 內野的 手臂的穩定度 對 剛好 中了他們的弱點 對 因為去年上半季 其實一開始富邦的 穩定度沒有那麼好 所以這邊 到底這兩個選手 適不適合 我是先保持那個中立 然後觀察的態度去看 對 那最後一個就是 統一 統一 那統一今年的洋將的補強 我覺得 跟去年相比 大概已經超過一百分了 因為去年我們 一度只剩下一個柯瑞 對 在投 剩下的投手全部都受傷了 那至少今年 統一在開季的時候 就已經找滿了四個洋將 而且 四個洋將裡面有三個手面孔 對 而且都是有時機的 第一個是羅昂 我們知道守備教練 對 他在場上的鬥志什麼的 然後還有 去年其實我覺得 統一的戰績下滑 除了傷兵以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羅昂的受傷 因為羅昂去年 不管怎麼樣都可以 貢獻穩定的勝場數 然後防禦率也可以壓得很低 那一方面他也可以吃局數 就是持續的角數優質先發 那布雷克也是 曾經繳過 19勝的 投手 也是大投手 只是去年受傷了 所以復健 那今年可能就是要看他 復健 商禦歸隊以後的恢復程度 看實力可以恢復幾層 然後 克維斯的話 我會覺得他如果有完整的春訓的話 他是個 就是他 他之前是韓子的三陣王 所以我覺得克維斯的話 也是實力蠻好的 然後 那一個新的投手 聖騎士 聖騎士的話 我看了一下資料 他說 就是資料寫說 聖騎士是一個非球型的投手 我覺得這一步找的蠻好的 因為統一的內野守備其實 蠻破的 就是 虱目魚舟組不完 那我覺得 找一個非球型的投手 好像蠻蠻適合統一的隊型的 就是 至少不會受到主州 比較不會受到主州的影響這樣 對 所以整體而言的話 我會覺得 統一跟衛權的洋將 是找的蠻好的 可是我看聖騎士 應該也沒有上場的機會 因為你們前面那三個都這麼強 對啊 就是看調整 我覺得可以透過賽制的調整 然後一些升降 上上降降去 比如說在 搶聖的關鍵期的時候 我可能可以 單周試洋將 類似這種調度方式 去讓他讓他上 對 因為 異竟統一的四五號 本土其實是比較弱的 好 這樣子五隊 這樣看起來 你覺得哪一隊的羊頭 會比較強一點 比較強一點的話 我私心給 我喵第一 第一 我也這樣認為 對我覺得 因為你們那三個實在是太強了 對我覺得我喵第一 那第二的話 我可能會給 衛權 對 我覺得衛權的那兩個 兩百局擺在那邊 一年吃的局數就 就很多 而且衛權 去年就是靠他們三個 才打進季右賽的 對 可以這樣講吧 對我覺得是這樣 我也覺得是這樣 那第三名的話 我會給兄弟 對我覺得兄弟的這三個先發投手 其實在去年的表現也都蠻好的 對 那弗萊奇對於本土的引導也是不錯 對 那第四的話 我看起來是 我是給富邦了 對 最後的話我是給樂天 那給樂天的原因主要是因為 我覺得他們比較缺的是先發投手 對 那他們現在找了一個豪金之後援 那雷法又要四月底之後才能報到 等於他讓羊將應該會先讓一個月 對 那我會覺得可能跟隊型上 不是說這羊將不好 只是我會覺得跟隊型的搭配上的話 可能會沒有那麼合這樣子 對 好 那羊將看完以後呢 我們再來看本土球員 那其實本土球員來講啊 各隊的差異不大 因為去年選秀完也沒有比較突出的選手出現 所以其實本土陣容跟去年應該差異不大吧 只是看受傷的人有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回來 或者是有沒有人受傷的不能出賽 對 那像你剛剛講的樂天他缺先發投手 對 其實應該說我們以先發投手這一塊來討論的話 我會覺得戰力最薄的 是統一 因為統一其實 不會啊 你有江誠彦 又有那個古靈 又有那個你們的老大 胡志偉 對 因為古靈現在受傷嘛 那歸隊的時間 目前還沒有一個時程表 他不能趕不上開季 他趕不上開季 所以 他傷的有點那麼重 那個林月平的訪問好像是說 他也不知道傷到哪裡 但是古靈就是受不舒服 那所以 所以古靈是趕不上開季的 那 胡志偉的部分的話 因為胡志偉在經典賽也是只有調整到 大概投五六十顆的強度而已 那你要拉到 開賽的強度的話 就是可以投到八十顆一百顆這種 強度的話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那個胡志偉的第一週也是會跳過先發的 那等於我們其實本土就只剩下江承諺跟潘威倫而已 我剛剛還沒有想辦法 就只剩這兩個人 你怎麼想左思右仰 現在胡志偉跟那個古靈都還不能先發的情況下 我們其實只剩這兩個本土先發 那我會覺得我們的本土的深度是真的很不夠 那這個我在群組一直在講 統一的二軍其實我覺得沒有在仰先發 對 江國謙呢 江國謙他現在在統一的定位是後援 就是統一拿捡來用以後他的定位是在後援的 所以你會看來看去看那個名單你翻了 去年底常常出賽的姚杰宏 姚杰宏我覺得他的 他是大社投手嘛 他大學畢業文化大學畢業進來的 那我們會認為文化大學 就是應該說我們會認為大學畢業的選手進來 至少要是一個四五號先發就是工作嘛 但其實姚杰宏在去年的表現跟他今年熱身賽的表現 我都會覺得心臟不夠大 然後感覺會怕 那我會覺得他是二軍出發 因為他的表現還沒有足以讓他可以站在一軍的先發 那還有我們之前日本的獅子籤也是 對還有獅子籤 他是新人年級生涯年 他最近的表現也是起起伏伏 對我對他的表現也是覺得蠻失望的 所以看起來統一目前是缺一號先發投手 對應該說應該不是缺一號 因為本土一號就是缺一個 缺一個五號 那這個五號預期會由江城燕去頂替 或者是潘威倫 但我會覺得這個深度很薄 那五號原本預期是古林嘛 可是古林受傷了 那你就只剩江城燕跟潘威倫 對那胡志偉可能也要讓個兩周到三周 等於跳過兩到三場比賽 對那我會覺得這個是統一的隱憂啦 雖然羊頭很強對 那樂天的話 剛剛有提到他們本土不夠強嘛 但他們至少有黃子鵬嘛 那他們去年從幫幫這邊網羅了陳鴻文嘛 那我覺得這兩個是可以放在先發的位置 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黃子鵬受到經典賽的影響多少 這個可能跟我們統一的胡志偉是一樣的概念 對那另外他們因為假設他們是兩個羊頭 那後援要擺豪進的話 那他們的五號先發就會有楊斌 還有去年的林子薇 跟受傷回來的翁偉君 這三個去競爭 對那我會覺得這三個 其實就是可能是五號工作嘛 對那就是變成你要期待那個陳鴻文是可以穩定的 就是投的 因為陳鴻文的年紀又大了一歲嘛 他一直都還蠻穩定的 對對對 他在復報的時候一直都蠻穩定的 所以就是這個五號先發的話 就要看楊斌跟翁偉君還有林子薇 但是陳鴻文去年球季末的時候好像受傷 對對對 所以傷勢對他來講也是一個隱憂 對因為加上他都年紀大了嘛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可能是個隱憂 所以我覺得樂天的先發的話 對啊就是比看念出來的名字比統一多 可是你真正敢擺上去當四五號先發的其實不多 對那其實這個狀況樂天其實去年就有了 只是樂天去年剛好賽制上有一些嚴賽啊或什麼的 所以我去看了一下 他們用到五號先發的機會其實比較少 對他們大部分就是三陽頭再加黃子棚 去做一個輪職這樣子 對 然後其他本土先發的話我覺得兄弟 富邦跟衛全 衛全 衛全其實人選我看了一下也沒有到很多 可是他們至少都是有投出一個時間 就是維持去年那幾位 林子米 對 紫米 然後郭玉鎮 那我覺得今年曹宥祺應該會出來 喔 對曹宥祺應該會出來 熱身賽好像投得不錯 對我覺得衛全養曹宥祺可能養得滿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再加上他們原本的鋼龍不理漢 再跟五多 那這樣他們至少先發有六個 六個輪值在輪 對 喔 這樣看起來衛全近年很恐怖喔 衛全的先發是蠻強的 對 那 富邦跟兄弟的話 富邦就是威廉有講嘛 他們是五搶二嘛 對 這邊列出來其實我列的是六個 就是江國豪 郭俊麟 然後江少慶 陳士鵬 江少慶應該沒人跟他搶吧 對 那扣掉江少慶五搶二沒錯 因為 他們先發如果是兩個的話 對 那就是 那就是江國豪 郭俊麟 李子強 陳士鵬跟尤廷威 對 那我會覺得 陳士鵬 陳士鵬應該也穩穩的吧 對 可是我怕的是他 會受到經典賽的影響 今年可能會有經典賽正後群 對 會投得不好 那不過他們 還有郭俊麟 然後還有熱身賽投得很好的江國豪 我覺得江國豪可能會是今年 富邦輪值 會穩定進輪值的一個 一個投手 對 那後面的話可能就會是由郭俊麟 李子強跟尤廷威 陳士鵬 這四個搶一個 還有好 好朋友連線 對好朋友連線 沒錯 三個那個 本土投手 對 那兄弟的話 我看了一下名單 就你們家如果凱文 凱文沒辦法上的話 那三洋頭 再搭配五折圓 那就等於 剩最後一個先發的名額吧 對 那我會覺得可能是 陳柏豪 找不出來 陳柏豪 黃恩赤或 鄭浩君 這三個搶一個 對 但這三個也是 我會看好 陳柏豪 我們還有一個 魏碩成 對 魏碩成去年其實 五號也投得不錯 那我會覺得就是這幾個在 在競爭 對 那就是控球有問題 嗯 時好時不好的感覺 對 所以如果是以本土戰力的話 我會覺得 先發這一塊 步方大概是最後的 然後再來可能是 對 兄弟 最厚是厚實的厚 對 不是厚面的厚 最厚實的厚 對然後再來是 兄弟吧 嗯 我會覺得兄弟沒有 沒有 其實我們沒有 你們沒有嗎 我們沒有 我們並沒有非常的厚實 對 那個像 哎呀就是 未做成他就控球不好嘛 對 會讓人家怕怕的啦 哦 那小哲園也是經典賽有一個變數在那邊 對 再來就黃鞍翅 黃鞍翅就是 也是那個院長等級的 哦 也是蠻常受傷的這樣 對啊 陳虎 陳虎也是 都已經開始在練打擊了 實在是也很難找耶 就剩下鄭浩軍啊 可能我看 樂森賽你們好像有在嘗試余謙嘛 但是我覺得余謙的 余謙的球他給 被揮空率蠻低的 嗯 我覺得可能還不成氣候啊 可能也還是要在屏東曬個太陽 仰一下 我覺得余謙他就是 太想要趕快上一軍了 嗯 我覺得他應該要先把他的 那個心理面先沉澱下來 嗯嗯嗯 我覺得他他比較大問題在他心理層面 對 我是這樣想 他可能有 有他的壓力啊 畢竟他就一直然後 對有一個壓力想要趕快上一軍這樣 嗯 所以呢那從本土投手這邊來看 嗯 就是覺得第一名會是 我們單純只本土投手 第一名是富邦 對 你的第一名是富邦 然後 我的第二名 我的第二名是兄弟耶 雖然你 雖然你 沒有很能懂 但我第二名是 沒關係 自放兄弟 那以第三名的話 我會給我會給樂天吧 樂天 對我會給樂天 因為畢竟樂天有一個去年那個 黃紫棚 黃紫棚在那邊 然後再加上那個陳鴻文 然後還有富邦送的楊斌 我會覺得 富邦送的楊 對 我會覺得他的本土投手可能還是 就是還是略好 略好一點點 那再來是衛權 那衛權我會放在樂天的後面 主要是因為我們知道曹宥棋是 就是斯大夫很好 可是曹宥棋跟郭玉政他們的續航力 能不能投完整季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號 對 因為他們畢竟郭玉政去年也是到 差不多快100級 100級的季末就累了嘛 那曹宥棋是一個新的年 我覺得夜總可能也會給他保護 那當曹宥棋的可能投球局數到的時候 誰可以頂替上來 是不是這個時候王維忠跟那個 許若曦有機會頂上來 對 那如果有的話 我會覺得他們的投手戰力 可能就可以補上 對 那不過以目前開季的先發的話 我會先給他們就是第四 那最後就是統一啦 統一的本土真的是太薄了 對 那這邊呢 我就跟你比較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覺得那個衛權可以 我會覺得他的本土投手有到第二名的實力 喔 你覺得有到第二名的實力 反而是我覺得我們的那個兄弟啊 可能會掉到第四名去 喔 是比你們同意好一點點 OKOK 可能大家對自己的支持球隊都比較沒信心一點 就 對啊 然後越熟悉的齁 你就會 就會越害怕 對 沒上場的都比 這都是最強的這樣 就你越熟好像就會 就會覺得他抖抖的這樣 好那再來就是打擊的部分啊 那你覺得打擊的部分呢 五隊的那個戰力誰比較強 如果是以打擊的部分的話 我會覺得樂天還是稱霸一方啦 對他們那個每一棒的打擊都是 都是沒辦法閃的 我會覺得 那以第二名的話我會給兄弟 因為我覺得兄弟 目前的 內野的 內野的打擊都是 不錯嘛 就是你看像 游擊的 昆宇 然後三壘威城 那加上外野 有一些 就是最近有一些新生代的崛起嘛 那還有文杰 終於養出來了嘛 嗯 文杰然後 去年覺醒的 應該說去年開始有 拿到PA 然後真的打出成績的月地嘛 月振華嘛 對 那加上 我外野可能 詹子賢的回歸 雖然我不知道詹子賢的付出會 還剩幾成的功力啊 那雖然如果你沒有詹子賢的話 你們還有蘇毅嘛 對 那DH的話還有陳子豪 那一壘有張志豪 對我覺得 整體來講的話 兄弟再加上他的板凳深度其實蠻夠的 對 所以兄弟的話我會是排第二啦 好 那第三的話我會給統一 畢竟統一 保底就是有個三軌在那邊 嗯 雖然三軌目前安可是 又被球打到頭又受傷了 對 那智傑的去年受傷之後 我看熱身賽他也是 還在找尋手感啊 對 不過三軌是有一個時機在那邊的 那再加上 激素年的進凱 激素年的進凱 通常都打得不錯 對 那還有 紫豪也是我蠻期待的啦 因為紫豪去年其實 有比較壯了以後 他的power有長出來 只是可能後續 到下半戒的時候還是有一點累了 對 但我會覺得 這五棒 這五棒至少是一個可以期待的棒次 嗯 對 然後 第四名的話 我是給 富邦 對 那衛拳的話我擺在最後 那衛拳會擺在最後的話 原因是因為 就是 欸 他們去年的打擊的話 主要是 郭天信 然後李凱威 然後 大師兄 吉利吉勞 嗯 跟狀元基鴻 這五個 是比較主力的 還有PJ啊 六個 可是 郭天信在經典賽的表現 我覺得會影響到他 例行賽的 的表現 因為他在經典賽其實 一直都沒有表現得很好 然後壓力很大 對 所以我也覺得影響到他的表現 那 吉利吉勞的話 就是他在經典賽的時候 蹲補一些 提早開機 那體力上的影響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影響到他的 打擊的表現 嗯 對對對 所以 在缺少了這兩名 就是 穩定的輸出之後 我會覺得衛選的打線可能會稍微薄弱了一點 好 那這樣子 綜合洋將的部分 還有本土投手跟本土的打擊了 這三部分之後呢 來 年度的排名預測來啦 你的第一名 先從第五名開始好了 你的第五名會是誰呢 現在是要講 要年度總啦 因為我原本是排上下半季 好 那我們就分成上下半季來 好 好 那上半季冠軍 我給兄弟 不是舒服 我覺得 兄弟的熱身賽的打線 就是從熱身賽的打線 是蠻好的 那我會覺得 他衝很快 所以他可能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拉出一波 就是一段差距 這不是好事啊 對 這有可能會導致他在下半季的時候失速 但我會覺得他在上半季的時候是有機會可以衝出一個差距的 的確我們熱身賽打的狀況蠻好的 對對對 但這蠻令人擔憂的 對 那第二名的話我是給樂天 那給樂天的原因是因為樂天基本上每一年的上半季都打得蠻好的 是沒錯 而且他們 另一個是說我選就是去上半季的戰績排名 然後我另外的考量是說 在經典賽你們入選的選手是比較多的 那我會覺得你在經典賽的時候你的打擊會提早開擊 那在一開始投手可能那個狀況還沒有那麼到位的時候 打擊提早開擊是比較吃香的 所以我會覺得上半季的兄弟跟樂天他們的打擊活力應該會是 蠻比較兇猛的 蠻兇猛的 那羊頭的部分的話 因為樂天的羊頭雷法會比較晚到 那兄弟的話至少有 就是三個都已經都已經在 都已經在台灣了 所以我會覺得羊頭的部分可能 兄弟還是占了一點優勢 是 那第三的話 第三的話我 斟酌了很久 我選了 我選了統一 對 其實我沒那麼看好統一 但是我看好視野 我會覺得 有視野 就是狀況好的視野 在著球隊 那個戰績應該不會掉到太後面 對那 大家都知道原本的 承接線 可能開季都要讓個十場 是 他要暖擊嘛 是 但經典賽幫他暖擊了 所以今年的開季 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很火燙的視野 那很火燙的視野 再搭配上 我們三個羊頭又都是 春訓的時候就已經到了 有一個完整春訓的狀況下 嗯 那我會覺得 有可能其他的打者 還沒有辦法 以熱身賽的表現啊 還沒有辦法 那麼快的銜接上 嗯 可是應該可以 在一個第三名的位置 嗯 對 然後 來第四名 第四名的話 我會給 富邦 富邦 對我會給富邦 我覺得富邦在 就是去年那個校長 大破大力 然後 砍了一些人之後 我覺得他們內部的競爭 變激烈了 嗯 那我覺得一個球隊要搶 首先你要從有競爭力開始 是 對 富邦的競爭力出來以後 我會覺得他們的 就是至少 隊型啊 我會 這邊會給第四名 是因為他們的隊型 可能還需要一些磨合 就是一些新人上來的時候 可能要找守備位置 那 做一些磨合 對 所以我第四名是給富邦這樣 好 那所以最後一名就是衛拳啦 對我最後一名目前是給衛拳 那給衛拳我會覺得是因為他們的 牛棚可能 稍微薄弱了一點 嗯 我覺得他們牛棚戰力不夠 那打擊的話 目前他們 打擊我剛才也說嘛 他們可能 天歌跟吉利吉道的狀況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低迷一點 嗯 對所以 在這方面 就是評估下來的話 我會把衛拳先擺 就是上半季最后這樣 好 那下半季呢 下半季第一 我就給宇宙幫了 嗯 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他們經過上半季的整合之後 下半季可以拿到他們 睽違很久以來的 季冠軍 沒錯 對 我就直接給宇宙幫了 這次他們不是季全宇宙幫了 好 對 那第二名的話 我會給統一 統一 因為我覺得統一在這個時候 除了 四爺 剛剛講的四爺之外 安可應該也會回來了 那 加上古靈 嗯 古靈的回歸 對 我覺得統一的下半季應該可以打得不錯 嗯 對 那第三名 第三我給兄弟 因為我覺得兄弟雖然類歸類 但是你們的農場深度還是夠 所以 就是你們的農場深度是 就是夠支撐你們下半季掉下來的那段時間的 對 所以我會給兄弟 那第四名我就給衛權 上升一名 對 那最後一名是給樂天 那衛權上升一名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樂天 每年下半季都會有疲軟的現象 那加上他們今年去支援經典賽的那個投手跟選手多嘛 我剛有說嘛 那他們要接上來就是 一些team要接上這個主力的程度 我覺得是會有落差的啦 對 所以我會覺得他們下半季可能會死數 會掉下來的 對 好 所以全年第三名會是誰 全年第三名喔 對 因為你這樣子上半季的冠軍是兄弟嘛 下半季是富邦 對 那可以打季后賽要有個第三名 我覺得是樂天啊 所以是樂天 那你統一就沒有了耶 對 我覺得統一還是先 我覺得統一需要大破大力 所以 所以一方面想看季后賽 但我一方面會覺得 沒有季後賽可能對統一會是好事 對 因為我覺得統一的競爭力太低了 就是 以一個球迷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你看 人家都有春訓基地的 但統一還是一二軍共用台南球場 對 那人家的就是大家都是搶破頭要上一軍 可是統一蠻常是留一些 就是我們覺得代退的 代退的選手 就是可能實力已經不到那邊了 但就還是留一點人情去 去把它留著這樣 那整個球隊的進步 會是比較緩慢的 所以統一會放在第四名還是第五名 第四名 因為畢竟衛全上半季最後嘛 那下半季第四 三季都在統一後面 所以年度最後我會派衛全 對 好 那再來就是前兩名 前兩名嗎 你說全年第一 對 總冠軍 會是誰 總冠軍喔 總冠軍我會選下半季冠軍富邦 因為 大家都是打下 以中指來講 下半季冠軍拿到總冠軍的幾率比較大 對 所以我會覺得 調整起來的富邦 今年要起飛了 對 哇 你這個 我自己也有做 這個全年戰績的預測 我跟你差異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假的 畢竟是預測吧 還是你要說一下 你的版本 我的版本 當然就是我們要三連霸阿 所以 總冠軍會是我們 那我們這個 打總冠軍賽的對手 會是統一 你把統一擺在第二 對 因為我覺得統一的三羊頭太強了 所以 統一今年的戰績會蠻好的 了解 就是我用那個 投手的 投手的整齊度來看 來預測全年的戰績 那所以呢 第三名我會預測是衛權 那第四名呢 我是給樂天 樂天 對 那富邦呢就最後一名 一樣是最後一名嗎 是 因為富邦還在 重新整合的階段 你不看好他們會 這麼快就可以整合起來 對 我認為沒有那麼快 okok 也需要時間 好 就像你們之前兄弟那時候 烏虎這樣大波大力也是 好像也是有一段 沉浅 那真的是 我們差異很大 差異很大 不過就是預測啦 因為 誰也不知道到底 說不定我喵沒拜拜 或是 誰又羊頭又跑了 怎麼也不知道 對啊就像我們 去年球季初 我們三羊頭這麼漂亮 排出排在那邊 對啊 結果季中都不見了 對啊 只剩下德保拉一個人 什麼德保拉太迪 像摩利 是啊 怎麼輸的羊頭陣容 對 最後剩下德保拉一個人 沒錯沒錯 那你們的同 你們統一 也是 投手也是 通通都不見了 對啊 就是受傷啊 然後選手也是 打著也都受傷 這就是比賽當中的變數啊 沒錯沒錯 球季 開賽以後的變數啊 我覺得 球季很長啊 對 就是誰能健康的 走到最後 沒錯 才會是拿到冠軍的一個關鍵 健康對運動員來說是最重要的事情 沒錯沒錯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不負責的預測就到這邊 沒錯 就是 純屬娛樂 對 純屬娛樂 那個看球就是要這樣子 看球才會有趣 沒錯沒錯 好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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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